AudioJungle 日本方面却劈头盖脸,降下沙尘暴,日韩矛盾在这个三月陡然升级,好戏来了,一,韩国与北方达成满意共识,美国不及日本及3月5日,文在寅派出的特使,前往北方访问,当天18时,北方最高领导人接见代表团,并共进晚餐,在听取文在寅关于举行首脑会晤的议员后,双方对外声称达成了满意共识, 这种意外的热情姿态恐怕会刺激美日等,在北方无意放弃河岛的情况下,韩方与帝国的关系却不断升温,显得诡异且微妙,东亚大国已经表示欢迎和支持,这是一件好事,青瓦台已经宣布将卡县特使部美进行汇报,在特朗普方面还没做出什么表示的情况下,日方却跳出来警告韩国,根据日媒报道, 在3月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,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警告韩国应该充分吸取过去,与其对话,却没能实现符合化的教训,还希望听取韩方关于会谈结果的说明,日方显然想多了,还想获得和美国一样的地位, 韩方可以派人去白宫做汇报,却不可能派人去董京,日本从根本上反对韩国的东澳外交,安倍方面最关注核岛问题,已经多次向韩方喊话,要求在这一问题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要,与北方加强往来,还声称这种行为不会得到美国和日本的支持, 坚义伟还特意强调美日韩三方搜集和共享情报的重要性,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则声称制裁措施已经显现出效果,北方正拼命进行微笑外交,话里话外的意思, 无外乎,文在寅中计了,探客发现,日方一直坚持采取强硬手段,担心韩国成为突破口,可日本这种命令式的规劝,恐怕不会让韩方感到舒服,反而适得其反, 二、韩国拒绝遵守关于未安抚问题的承诺,日方气急败坏文,在寅3月1日,出席三一运动99周年纪,向日本传达强硬态度, 日本不应坚持未安抚问题以解决的主张,侵略战争反人道犯罪行为,不应得了结,越是悲惨的历史,越应铭记,学习那些历史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, 日方必须正视历史,真诚反省,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信于亚洲邻国,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,换言之,韩国拒绝遵守未安抚协议中的承诺, 但这种毁约失信,甚至是耍赖的做法,却符合人类正义原则,战里的日方当然有充足的理由,却不会得到什么支持, 二战诸多受害国都会同行和鼓励韩国对抗日本,而安倍恐怕都不敢向亚洲邻国诉苦,在这次讲话里,韩国总统着重提到了现实的独岛问题,他声明独岛是第一块被日本强占的韩国领土,日方否认这个事实, 相当于拒绝反省侵略,行为,文在寅还直接向安倍喊话,日本必须停止对独岛的主权要求,而刚刚在2月22日举办主导日活动的日本则契机败坏,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坚一伟,向韩方提出外交抗议,安倍也公开斥责文,在寅政府背信弃义,没有一点遵守国家间协议的意思, 还气势汹汹地表示为安复协议,不能进行哪怕一点更改,在这个问题上,韩日算是谈崩了, 3、日韩矛盾,因为残疾人冬奥会而升级,对抗城县公开化趋势平昌冬奥会上,南北双方举起同一面半岛旗, 因为上面标注了韩日争议岛与独岛,而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,而在残疾人冬奥会官网主页上,赫然出现了独岛, 韩方还把日本海改成East Sea,韩方的小动作令日方在3月3日再次提出抗议, 日方警告韩方违背奥运不涉及政治的宗旨,强调绝不接受,因为主岛是日本领土, 日方还发现,韩方连此次残奥会火聚首的介绍页面都没放过,在国旗上添加了独岛, 韩方的小动作与小伎俩能够被日方发现,只能说明日方对这种小伎俩也了如指掌, 双方皆非善类,但总体而言,还是应该支持韩方的立场,日本作为侵略方和战败国没有权利与邻国争夺领土, 四、安倍报复文在寅,日本拒绝让韩国加入TPP 据日媒报道,韩国向日本提出加入TPP,而安倍政权在2月23日表示明确拒绝, 韩方认为,如果等到TPP完成所有谈判之后再加入,就有被排除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俱乐部之外的危险, 因此希望在TPP生效之前加入,最晚不能晚于2019年,日方还傲娇地表示,除了韩国,哥伦比亚和英国也对TPP展现出浓厚兴趣, 甚至连美国也表示要重新加入,而安倍却表示拟定TPP协议如制造玻璃器敏,非常耗时,需要足够的耐心,不能匆忙改变当前内容和架构, 而且贸然接受新成员,必然导致当前11个国家产生分歧,只有TPP完全生效之后才能考虑接纳新成员, 这无疑令韩方非常不满,韩国看到了TPP所蕴含的贸易优势,经过反复思索才提出申请,就这么被日方驳回, 日方此举也可以是做一种报复,安倍不给面子,那么要面子的韩国人,恐怕会在其他方面找补。 5、韩日在贸易问题上,矛盾尖锐日本311大地震已近7年,2月2日,日本东电调查得出的数据令人不安,福岛第一核电站离岸约4公里的地方仍有问题, 每一公斤的小鳍鸿鱼含358贝克勒尔的放射元素色,比日本标准100贝克勒尔多出2.5倍, 一些海鲜产品的辐射值也超过上限,由于担心食安问题,韩国一直维持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限制,这也无可厚非,毕竟人民健康最重要, 而日本则在2015年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,想逼迫韩国解除对日本鱼类的进口禁令,WTO不久前竟然判定支持日本的申诉, 而韩国则坚决反对,拒绝屈服,宣布现有禁令不变,同时挑战世贸组织的无理裁决,西方一些国家虽然取消对日本鱼业产品的限制, 主要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,毕竟,日本鱼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是周边国家,韩国是日本想攻克的第一个目标, 接下来就是其他国家,因此韩国的强硬非常重要,韩日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的矛盾比较尖锐,也影响了两国关系, 韩日之间的关系因上述五件事陡然恶化,有形式使然的因素,无论是文在寅还是安倍,其实都没有什么退路, 韩国6月13日的地方选举已经进入100天倒计时,这是对文在寅的一次考验,选举结果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其党派的信任度, 文在寅必须在南北关系,加薪和减负,处理两个前总统这三个棘手问题方面有所建树,但文在寅所属党派却爆出丑闻, 下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安息,正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迫辞职,而且遭到警方调查,文在寅所属党派,不得不向全体国民道歉, 在此情况下,青马台更不能在外交上失分,因此对日方让不和妥协的可能性基本为零, 而在3月5日召开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,日本在野党就森有学员一事,再度向安倍发难, 安倍则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,拒绝做出任何回答,但这明显给安倍造成了压力, 近期东京股市大跌,日元汇率上升,导致安倍经济学受到冲击,借助向市场投入大量流动性, 带动需求,将通缩转换为通胀,是安倍经济学的秘诀,而且社保等基金投资股市能够减轻财政负担,股民收益也会成为有效需求, 但进入2018年以来,美股下调,大量资金用来购买日元,导致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10比1上升到105比1,打击了日本的制造业出口, 如果经济形势恶化,必然导致支持率下跌,进而影响安倍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大目标, 总而言之,安倍如今也没有向邻国退让的余地,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持续恶化,最担忧的应该是美国, 美国在亚太建立的安保体系中,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恐怕就是日韩,对东亚大国而言,日韩交务起码不算是坏事, 这表明美国极力打造的三国准军事同盟受挫,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,应该适当支持一下韩国的违约和小动作, 然后再欣赏一下日本的反应,文在寅正要取得外交突破时,日本横加干涉,想必也会引起北方的愤怒, 总之,压力现在转移到美国那一边,特朗普要接受考验,玩,住,本文系海外探课原创